自从经典电影《大白鲨》开始 美国人民就特别热衷于拍鲨鱼题材的灾难片 鲨鱼不仅能上天入地 甚至能遨游宇宙 土豪今天要介绍的这部电影叫做《夺命三头鲨》 怎么样 观看题目就够震撼了吧 我还要告诉大家 这部《夺命三头鲨》是电影 《夺命三头鲨》的讯息 是《夺命五头鲨》的前传 电影开始我们的女主圣母姐 来到了一个海洋实验室实习 带她的是女博士和男博士 其他实习生有圣母姐的前男友小帅 还有胡子哥 黑状哥和酱油女 什么 记不住这么多人 没关系 我也记不住 这完全不影响剧情 很快三头鲨就袭击了水下的海洋实验室 女博士让大家就待在原地不要动 她去买几个 不是呗 她去看看情况 显然这部电影里的人完全不听劝告 都跟着女博士跑到了地面 看到一个海洋生物学家还在海里 大家纷纷劝她上岸 海洋生物学家那是一个自信 这里水很浅 鲨鱼是不可能游过来的 这样不符合生物和物理规则 没想到三头鲨如同被 韩国短道速滑队灵魂附体一般 无视一切规则 干掉了生物学家 本来我以为这已经很牛逼了 最后三头鲨不知用了什么技能 直接把海洋实验室给整爆炸了 你是往实验室里扔了三星手机了吗 这是女主圣母姐告诉大家 那我们在岛上带着不安全 我们应该乘船离开这个岛 What the f*** 大家找到了一艘船 可是船里岸边还有一定的距离 小帅不顾海中的三头鲨决定自己游过去把船开回来接大家 在三头鲨尽随之下竟然惊难的上了船 这是他突然发现了一个问题 他不会开船 于是他向岸上的人求助 你们谁会开船 胡子哥心里一万头草泥马在奔腾 于是他也冲入海中 在三头鲨的尾随下竟然也顺利上了船 在胡子哥发动船的同时 酱油女和黑壮哥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 觉得岛上太不安全了 非要游到船上 结果黑壮哥顺利被三头鲨吃掉了 我想说你真他妈活该 这时圣母姐又觉得还是游到船上比较合理 于是他说 我们终一个人必须向另一个方向引开三头鲨 然后剩下两个游到船上 女博士你看谁去比较合适 女博士心说 你都说成这样了 那就是让我去呗 于是跳入海中 你别去啊 还是我去吧 我去吧 女博士成功被鲨鱼吃掉了 圣母表和南博士登上了逃离的小船 但是三头鲨不追他们了 而是盯上了另一艘正在开party的大船 这时圣母姐又一次跳出来了 表示必须要去救大船上的人 大家表示我们都自身难保了 拿什么救别人 圣母姐说 我们至少要通知他们海里有鲨鱼 由于圣母姐是主角 这么愚蠢的提议 大家竟然同意了 而这时三头鲨已经在疯狂攻击大船上的人了 船上的人死得差不多了 圣母姐一行也上了大船 遇到了幸存者大壮 大壮问他们你们来干什么 圣母姐说 我来提醒你海里有鲨鱼 你看这个情况还有你提醒吗 大船上的三个幸存者上了小船 他们是大壮和一对毫无存在感的情侣 这时胡子哥估计是受不了这群白痴了 决定不上船了 他抄起了一把斧子 从天而降对三头鲨来了一个跳皮 看到这一刻 我觉得胡子哥才是真正的勇士 不过很可惜 勇士一秒就变了 劣势 幸存者们漫无目的地开着船 三头鲨继续紧随其后 乌露偏风连夜雨 传的引擎故障了 正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 弯刀哥带着小弟赶来救援 他们对三头鲨火力全开 而幸存者们趁机逃到了一个岛 三头鲨貌似刀枪不入 很快干掉了弯刀哥的小弟 眼看弯刀哥也要被干掉了 万万没想到 刚才还刀枪不入的三头鲨 竟然被弯刀哥 也把小刀砍掉了一个头 你还说你不会捂我 这下漏底了吗 三头鲨就这么死了吗 当然不可能 他便是双头鲨瞬间反杀了弯刀哥 圣母姐刚来到岛上发现有船 又坚持要开船离开 你们能不能别说死 待在岛上等救援行不行 他们分了两艘船 一艘是载有圣母姐 小帅和大壮的主角光环号 而另一艘是 不重要 反正一出海就被鲨鱼给干掉了 这是圣母姐又心生一计 他说鲨鱼是因为食用了有污染的垃圾才变异的 可以用垃圾引用它去垃圾站 这样它就不会追我们了 大壮就这样沿途扔着垃圾 鲨鱼就这样一路追着吃垃圾 可是就在这关键的时刻垃圾又完了 这可怎么办 大壮心想我演这么烂的电影 不也是个垃圾吗 于是跳入海中喂了鲨鱼 紧接着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 鲨鱼的两个头为了争夺垃圾 竟然左右互搏 然后把它自己咬死了 你咋不说鲨鱼是吃垃圾撑死的 你咋不说鲨鱼是游泳淹死的 电影结束了 What the f**k 这是什么破电影 本期互动话题 过年期间你胖了几斤呢 本期抽奖 微博关注土豪影院 并转发本期节目 送出可爱鲨鱼抱枕两个 祝大家好 想看更多最新电影或奇葩电影吐槽 欢迎关注我们的微博微信号土豪影院 当然不关注也无所谓